西非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法国当年在尼日尔造过的孽 这下还要殃及中国呢 大家好 我是吕哲 前段时间 这个西非小国尼日尔的军事争变引发了全球关注 那这次尼日尔的争变之所以进入咱普通网友的视野 主要是因为尼日尔的排法浪潮太过雄壮 以及西方国家的反应也有点激烈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这次局势严重到连咱们中国的企业都被殃及了 你看 自从尼日尔军方软禁了所谓民选总统巴祖母之后 尼日尔的局势就开始影响到中国企业 路透社报道 中国葛珠巴集团在尼日尔的坎达基水电大坝项目 现在已经停摆了 这个项目价值8.08亿美元 在上个月这里面已经被尼日尔军方接管 所有的建设活动全部暂停 不过后面还有更大的麻烦 就是中石油在尼日尔建造的跨境输油管道 也危险了 2019年 中国与尼日尔达成协议 投资40亿美元 打造一条非洲最长的跨境原油管道 从尼日尔的阿加德姆油田 一直连接到贝宁的科托努港 全长预计将达到2000公里 目前都已经完成75%了 看来也是逃不过停摆的命运 中国企业其实向来都不掺和银尔的内政 但是还是被波及 那就是法国罪魁祸首导致咱也吃了瓜落 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法国在这造的孽太多了 法国在非洲有过一堆的殖民地 虽然二战之后一个个都分别独立了 但是法国的影响力仍然存在 从1990年起 黑非洲总共政变了78次 有将近30%都发生在法国的前殖民地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法国政府和非洲前殖民地政府之间 经常存在着腐败的权钱交易 法国在非洲国家扶持代理人 并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 汇集了法国的精英和富人阶层 这种新型的殖民手段 让这些非洲国家即便独立了 也仍受到法国的剥削 非洲人心知肚明 也是民怨在道 一位尼日尔民众在接受采访时 就直言不讳的说 他从小就反对法国 因为法国开采了他们所有的财富 比如右矿黄金 这就难怪这些地方的人民 反对法国支持军方政变了吧 但讽刺的是 尼日尔政变之后 法国竟然还有脸带着一众西方国家 对尼日尔新上台的军政府 进行谴责和制裁 这次西方国家不仅要用 制裁的手段来文斗 还准备好了武力手段 西方国家已经找到了一个 非洲地头蛇组织作为盟友了 那它就是西非经济共同体 而西非经济共同体背后 则占着一个更庞大的地头蛇 那叫非洲联盟 那西共体目前有11个成员国 而非洲联盟几乎覆盖了整个非洲大陆 西共体之前就发话了 说让军政府在8月6号之前释放巴祖母总统 否则就要动武 但是尼日尔军政府并没有把这个最后通牒当成一回事 他已经和隔壁的马里和布吉纳法索 组成了攻守联盟 决定死扛到底 现在西共体已经宣布启动长辈部队 大战一触即发 非盟和西共体准备武装干涉尼日尔政变的理由 就是尼日尔以及他的两个盟友 就是布吉纳法索和马里 曾经都是西共体的成员国 而现在都被暂停了资格 原因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军政府破坏了所谓民主 西共体的国家认为 这几个国家政变像被传染了一样 一个传一个 短短三年内 西共体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六次军事政变 现在到了必须切断传染链的时候了 就连非盟也支持西共体的看法 看样子 要是没有强大外力介入 这三兄弟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而一旦战争开打 中国企业什么时候能复工 还就不好说了 或许几个月 或许就像俄乌冲突一样 打个没完没了 事情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法国难辞其咎 不仅要对被剥削的非洲人民负责 还要为中国企业的损失负责 非洲人民应该擦亮眼睛 被西方国家忽悠着 把尼日尔揍一顿 就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吗 把西方帝国主义彻底踢出非洲 实现自主的前提下的民主 我看才是真正能根治军事政变的方法 今天吕哲有话说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